我都说那个小朋友啦 长得像他 像鼻子眼睛耳朵都特别像他 他应该知道的哥哥姐姐嘛 我说吧 你们说要不要说哥哥姐嘛 要说打一个要说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要不要说啊 要说打一个说 要说打一个要哥哥姐嘛 我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那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小宝嘛 他每次说放学的嘛 这五年来都是我 一把屎一把尿 把他拉扯长大成人的嘛 这五年来都是我照顾他嘛 但是每时候放学的时候 他就说 他说 他说爸爸其他小朋友都有妈妈接 他说他妈妈去哪里了 他每次都这样问我 那个小朋友是你儿子啊 对啊 是你孩子啊 对啊 那你那个什么时候结婚了 我啊 哥哥姐姐们 他怎么这样问我 哥哥姐嘛 他应该知道了 哥姐嘛 那我们要不要跟他明说了 是这样的啊 你想不想看那个小朋友啊 他挺可爱的 可以吗 哥哥姐姐嘛 那时候小兰 我不知道什么 我还有一点紧张啊 见到你 还是有点紧张 是啊 不用紧张啊 就是以前的事 就让他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了 对啊 你不用紧张了 我见到你 我为什么 我挺喜悦的 我都有点快蹦蹦跳跳了 哥哥姐姐嘛 小兰 你还记不记得 像我们在那时候广东 那个在流水线啊 打螺丝 刚认识的时候 我们琴豆初开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都有点腼腆 有点害羞吗 你还记得吗 你记得啊 那时候 我就是我们就是 有时候说话 我都有点脸红了 你还说我脸皮薄吗 那时候你特别喜欢吃麻辣烫 我还记得呢 你特别喜欢吃麻辣烫 那时候 现在我也还是挺喜欢吃的 还挺喜欢吃啊 还有那个螺丝粉啊 那时候你特别喜欢吃 我都还记得呢 有时候我们那个下班呢 我们都还一起手牵手 去吃那个麻辣烫呢 你都还记得吗 对啊 不是 嗯 哦 半姐 就是你把你小孩 换到车上面睡觉 他因为 昨天我们来嘛 他就是有点困了 在车上睡 就是我给他被子 盖好了 车厂我还是开的 在你们停车厂那里 挺宽的 等他 我是这样想的 等他 就是让他休息一下嘛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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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里 我那里过来了 都有人在的那里 那我们跟他说嘛 哥哥姐姐嘛 那咱们跟他说吧 你们都说 我这样跟他说 我说小朋友 他应该知道的啊 那小兰 那你还记得吗 嗯 以前我经常 跟你说那三个字 你还要我跟你说 那个三个字嘛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你叫我说嘛 那时候我都害羞 我一直都没说嘛 你经常叫我说那三个字啊 我害羞 我都一直没说 你忘记了 你忘记了 我忘记是哪三个字了 哥哥姐姐嘛 你们知不知道那三个字是什么 哥哥姐嘛 知道的 知道的打一个知道好不好 哥姐嘛 知道的打一个知道 因为以前的经常叫我说那三个字 我都没有说出口嘛 那三个字 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三个字 哥哥姐嘛 知道的打一个知道嘛 我想听一下你们的意见 你们知不知道那三个字 因为那时候我群都粗开嘛 就是刚刚群都粗开 也 就是还比较腼腆 脸皮薄 他一直叫我说那三个字 我都没有将爱说出口 哥哥姐姐们 那你就直说 直说啊 那 小兰 那现在五年了 我想对你说那三个字 那三个字啊 对啊那三个字 那什么字啊 什么字啊 哥哥姐姐们 你们知不知道那三个字 是什么字 哥姐们 知道的打出来好不好 知道的打出来 知道打一个知道 我想听一下 你们知不知道啊 因为那时候毕竟都是 情都粗开嘛 有时候那三个字 一直说不出口 也是害羞嘛 以前你还经常说我 小兰 你还说我 哇怎么还这么 脸皮太薄了 你都还说嘛 有时候我们 手牵手啊 都有点脸红了 那时候 哇 哥哥姐们 哎 我都知道啊 你们都知道啊 哥姐们 那你们说我要不要跟他说 要的话打一个要 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嘛 因为 那这样吧 哥姐们 哥哥姐们 咱们双击一下 这个洞洞 你们发财的小手指 咱们双击一下屏幕好不好 把这个站站点一下 好不好 哥姐们 咱们双击屏幕 把这个站站再点一下 好不好 站站走一走 哥哥姐们 咱们站站站再走一走啊 咱们站站点一下 哥哥姐们 站站点一下啊 哦 你家就是在这边了 哦 我在前面这里啊 哦 那小兰 那想问一下 那个岳父岳母在家吗 哦 有在家吗 哦 在啊 哦 都在家 那我也刚好 借此机会嘛 去看一下那个 岳父岳母嘛 还有那个 小孩 那个小朋友嘛 也想去看一下 那个外公外婆嘛 外公外婆 对啊 岳父岳母 对啊 都也想去看一下 我怎么感觉 亲的怪怪的 怪怪的啊 那个是我爸妈呀 不怪呀 这个就是这样称呼的啊 不怪呀 哥哥姐们 妈还有这样称呼的吗 对啊 是这样称呼的呀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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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快说吧 你们都说要说吗 哦 这哥哥姐嘛 这个我都知道的 我都知道的 这个我都知道 哥姐嘛 因为我自己从那边过来 我也带了一些礼物过来嘛 再怎么说 嗯 也是礼尚往来 这个我都知道 哥姐嘛 现在我都是想 嗯 就是 嗯 所以找他干啥 是这样的 我要讲 就是 嗯 就是这样的 找他干嘛呢 就是讲 那个因为 我的那个小宝嘛 现在已经读小班了 他有时候放学的时候 他每次都说 他说爸爸 别的小朋友怎么都有那个妈妈来接啊 他说妈妈去哪里了 他每次都这样问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 我就说妈妈去外婆家了 过段时间回来 但是今天呢 是吧 那小孩每次他问我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是现在不是趁着五一嘛 有些假期嘛 也嘛 正好手上也不怎么忙了 我就从广东过开车过来了 哥姐嘛 一天一夜 现在我刚好 就是找到小兰了 就是我想叫他 那个跟我一起回去嘛 那小兰 那是这样的 有些话 我想跟你当面说一下 你说吗 你现在这么多年 你在家 都是一直都在家吗 都没出去吗 对 我一直在家 帮我爸爸妈妈 他们种地啊 种田啊 种地种田 也没有出去 没有出去 自从那次回家之后呢 然后我爸妈 他们就不让我出去 就就不让你出去 你都一直在家吗 对 哦 那在家也是挺好的 那之前我怎么打你电话 怎么你那电话都不通了 打不通了 你那电话 因为我刚回到家的时候嘛 然后 然后我妈就把我手机 那你 哦你那手机是掉掉掉 掉去水里面败了 哦 对 哦这样的呀 难怪 所以 但是 现在我就换了一张卡 换了一张卡 然后又又又又重新买了一个新手机 哦难怪我就说嘛 我一直打电话怎么没打通 我还以为你签费了 你知道吗 小兰 这五年来 你那个电话卡 我一直帮你充费 每年 每个月 我都每次都帮你充发费 我就怕 担心你那个号是怎么了 就是用电话号码签费了 我就担心 我就一直帮你交发费 五年来从没间断过 我怕联系不到你 那我那那张卡不用了 然后你打给我的话 应该是空号吧 不是吗 那时候 打就是 就是无法接通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就挺担心你的 因为那时候我一直连打听你的下落 哥哥姐妈 对啊 小兰是挺善良的 她是个很好的女孩子 哥哥姐妈 因为小兰 你知道吗 这五年来 我都一直对你念念不忘呢 从没忘记过 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你知道吗 我们那时候 造的相片 我都一直留着呢 我们在广东 造的相片 我都一直留着呢 那时候 我们还是搞的那个爆炸头嘛 还有你染的那个头发嘛 那时候我的就是那个爆炸头 那个防防的嘛 那时候我们在广东 还打螺丝的时候 你还记得吗 我们一起去造那个大头贴啊 还有我们一起去溜冰 去公园 逛公园啊 你还记得吗 哥哥姐姐妈 那时候啊 我们都还是搞的那个发型 都是爆炸头 不知道九零后的哥哥姐姐妈 还记不记得 哥姐妈 因为那时候都喜欢搞那个流行发型嘛 对吧 还有穿了衣服啊 就是像那种沙马特的一样 还有搞了一个发型爆炸头 直播间有没有九零后的哥哥姐妈 应该有九零后的应该都知道啊 像那个爆炸头啊 哇 哇 哇 你们真的还是挺大的哦 哇 你们真的是挺大的哦 各位姐妈 这里你们看一下啊 这里 村子还是挺大的 哦 各位姐妈 现在我的发型不像以前了啊 以前我的搞的发型就是那个爆炸头 现在没有搞了啊 现在成 以前那时候就是 嗯 年少轻狂嘛 搞的那时候比较飞足流一点嘛 哥哥姐嘛 但现在成熟多了啊 没有爆炸头了啊 那是以前的肥义了 但是我跟他的以前造的大头贴啊 我都还一直有着呢 哥哥姐妈 你们这里是有几百户人家 哦 有一千多户 分两个债 我两个债一千多户啊 哦 那债材是挺大的哦 一千多户啊 哥哥姐妈 哦 你看我们这里风景多好 哦 这里风景是挺好的 风景是挺好的哦 哥哥姐妈 哦 哎 那咱们跟他说嘛 哥姐妈 我也想跟他说啊 有时候有些话如果不说 我感觉还是挺有遗憾的 哥姐妈 如果我不说真的 我感觉还是挺有遗憾的 以前那三个字你们说 我要不要跟他说 哥姐妈 那三个字我一直都没说得出口嘛 一直都没有将爱说出口 哥姐妈 你们说我要不要说啊 要说 我们就就说啊 哦 哦 从这里过去啊 哦 要从这个桥这里过去啊 哦 那咱们就从这里过去 嗯 哥姐妈 我知道小兰是一个挺好的女孩子 我一直都记得呢 我也从没忘记过 我对他的情意比天高 比海深 哥哥姐妈 哇 他们这个树都是挺大的 哥姐妈 哇 这个树都是参天大树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 哥哥姐妈 你们看一下这里 对啊 我们这个树是挺大的 哇 这个树真是挺大的 哥哥姐妈 嗯 嗯 哦 从这里过去啊 对 这个是风雨桥 哦 这个是你们风雨桥啊 对 这是风雨的风雨桥 哦 以前我就听你说过 以前我就听你说过 哦 哥哥姐妈 这边是他们的风雨桥啊 这边是他们的风雨桥 哎呀 还是 在这还是挺大的 哥姐妈 我快表白那三个字 哥姐妈 那小兰 那三个字 我现在 我鼓足了勇气 因为以前我一直没有说得出口嘛 我现在 在此时此刻我想跟你说一下 而且现在你们这里风景挺好的 哥哥姐妈 你们说我要不要说啊 阿兰在在等着呢 你们说我要不要说啊 要说打一个要嘛 我想听下你们的意见 你们说我要不要说那三个字啊 要说打一个要 因为我现在 我鼓足勇气嘛 因为以前一直没得说得出口 嗯 哥哥姐妈 哇 小兰 那时候我记得以前我们 在广东的时候 你一直还 我还记得你给我做的饭菜嘛 挺好吃的 我还记得呢 对啊 你做的饭菜 以前我只吃一碗饭 后面你做的饭菜 我一直吃三大碗啊 我一直吃三大碗 我现在还想吃呢 你做的饭菜呢 你做的挺好吃的 还有你们这边有那个 以前你帮我 做的那个叫什么鱼啊 叫什么 哦 鱼啊 对 就是那时候你做的 我特别喜欢吃 那鱼是我们 是我们冻家的特产 我是你们冻家的特产哦 难怪我就说嘛 那时候你做的饭菜 特别好吃 香甜可口 嘿嘿嘿 特别好吃啊 是啊 那时候你知道吗 我一吃就吃满满的三大碗饭 嘿嘿 你还说我胃口挺好的吗 那时候我吃了你做的饭菜过后 我就 嗯 吃胃口都挺好了 哦 快说吧 哥哥姐妈 你们都说我要说那三个字吗 但是 我想跟他说啊 那其实我跟他说小朋友了 也不知道他他知不知道啊 小朋友的事我跟他说了 哦 你们这边都是他们的风景了 各位的吗 你们这边是啊 我看这个是挺好的 哇 你们这还有一种田园生活 哇 这个是发酵吧 哎呦 这个 都说 你们都说快说 哥哥姐妈 你们都说要说吗 这样吧 哥哥姐妈 咱们帮主播吧 再站站再点一点好不好啊 咱们商机屏幕 再帮主播把这个站站再点一下嘛 站站再走一走嘛 哥哥姐妈 咱们站站再走一走嘛 站站走一走 祝大家能够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啊 小兰 那这么多年你 都怎么 没来看我啊 这五年来你怎么没没来看我 没来找我啊 因为那时候我联系联系不到你 因为我想来找你 我也来不了啊 因为我在家里面天天跟着爸妈 种地种田 我又没有钱怎么来找你 呃 种地种田就是比较忙嘛 哦 那时候比较忙 那那时候忙你应该 可以打打我的电话 还有发QQ给我啊 因为好久了嘛 因为又换了卡换了手机 然后全部都没有了联系的 哦 这样的后来就联系不到我 嗯 那时候应该有好几次 我我的那个之前那个电话号码 我也是 我好像是没用了 那个号码 我是好像是 估计是这样你联系不到我 那个怎么 那咱们 那这样吧小兰 带回去你 家那个岳父岳母都在啊 嗯 那正好这个机会 我就带小宝一起去看一下外公外婆嘛 因为他呢 现在已经 五 上小班了 也五岁了 也该去见一下岳父岳母嘛 见一下那个外公外婆啊 我就见一下岳父岳母嘛 可不可以啊 去见我爸妈你 啊 你干嘛要喊你 要去任务啊 这个是的呀 我们称呼是这样称呼的呀 不 我们这边称呼是一样 不 等一下 等一下你就带小宝 然后去我家吃饭呢 嗯 给个钱嘛 但是你们这边是 说不说普通话的嘛 就是 像那么岳父岳母 不说普通话的嘛 那那是怎么叫的呀 是说方言吗 那方言怎么叫啊 叫岳父岳母 不是叫我妈妈的话呢 叫爸 叫爸 我叫爸 呃 叫叫那个 叫我爸爸的话呢 那时候叫 龙 龙 嗯 我哥哥姐姐妈 是这样的 小狼说他们这边要是 叫岳父岳母 呃 他们这边 都是那个方言叫的 但是我不会呀 哥哥姐妈方言 但是咱们就这样吧 还是叫用普通话 叫岳父岳母 是吧 但是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嘛 不会说这边的方言 哥哥姐妈 那咱们待会就去他家嘛 哥哥姐妈 因为我还有些话想跟他说 就把那个话说清楚了 有些话嘛 说清楚了 也会好一点 心里会好受一点 那个节可以打开了嘛 对吧 有时候 心中有些节啊 他不说 有些话他不说 我不说 嗯 这个就很难 把那个心节打开啊 有些话还是当面 要说清楚 沟通好 你们说对不对啊 哥哥姐姐妈 那现在咱们就跟他过去嘛 你家是不是在前面那里 过那里去 在前面那里啊 那现在咱们过去吧 哥姐妈 咱们就跟着他过去吧 有些话待会 我们也要说的 现在我挺开心的 能够见到他了 我还是挺开心 还挺激动的 哥姐妈 因为这五年来 我对他都是念念不忘的 我对他的情意 也没变过 哥姐妈 谢谢各位 先过去看看吧 嗯 好的 哥姐妈 那现在咱们就 先过去了解一下嘛 哥姐妈 左上角这里一个关注 有没有看到 叫小然的 这里一个关注 有没有看到啊 咱们没关注的 给小然点个关注嘛 好不好啊 左上角这里一个关注 咱们没关注的 点个关注啊 咱们没关注的 点个关注吧 关注点一下 哥姐妈 哇 你们这里还是挺安静的 房间还是挺好的 嗯 那咱们就先过去看一下嘛 先过去看看 哥姐妈 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啊 才知道 因为我跟他 也我那时候 我那时候我就是不知道 他怎么在五年五年前嘛 他就突然离开我了 突然他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所以今天也是借此机飞嘛 现在五一嘛 就是手里不怎么忙了 所以我就马不停蹄 带着小小宝一起赶过来了 我刚才跟他说了 有个小朋友 他 他还有点惊讶 哥哥姐妈 我说带着小朋友过来了 我问一下他 有没有 这个 我问一下 那个小兰 你再加这么多年 就是有没有结婚了 嗯 当时还没有 没有啊 嗯 哦 哥哥姐妈 那还没结婚了 哥姐妈 是不是这么多年了 就是也没有放下我啊 一直没有放下我 现在也放下了 现在也放下了 但是还不想新的生活 哦 这样的啊 哥姐妈 我还有机会 哎 对 哥哥姐妈 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但我感觉应该他还是也没有放下我吧 哎 快到我家了 快到你家了 马上到你家了吗 姑姑记得吗 马上到他家了 我还是挺紧张的 哥哥姐妈 马上到他家了 我还是挺紧张的 哥哥姐妈 马上到他家了 嗯 你们这边风景还是地址好的啊 那待会哥哥姐妈 你们说我到他家了 我是怎么称呼他父母呢 因为你你之前有没有将 嗯 你以前有没有将我的情况跟你父母说啊 嗯 没有啊 没有说过吗 没有说过 我那没说过那今天呢就寄来之则安子 待会我们都向那个岳父岳母交代一下嘛 说说一下 我也应该也要见了 因为之前我们都说要来嘛 那时候我们又是吧 又都忙 到后就没有过来嘛 哦 你你家在哪里啊 你家到了 嗯 哇 哥哥姐妈 马上到他家了 我还是挺 哦 叫叔叔阿姨啊 我觉得也是这样 哥姐妈 我觉得也是这样叫叔叔阿姨 是在哪里啊 你家 这里啊 哇 这里是你家了 对 这个就是我家 哦 你家还是挺宽的哦 对啊 我们家是两层楼的 哇 这里各个钱嘛 哎 你们这边都是这样的木 木头房子吗 小兰 对啊 我们都是木头的 都是这样的木头房子 对啊 都是木头建的房子嘛 这个是我妈做的 哦 这个是 哦 我就是阿姨做的布 对 染那个布 然后做 染那个布 对啊 然后做成我们这个洞衣啊 哦 做成你们这个衣服 对啊 我就是做这个衣服的啊 嗯 哦 哥哥姐妈 这个都是好像之前你跟我说过 这衣服都是自己手工一针一线缝的 对吗 对啊 这个就是这个 哦 挺好看的哦 我家怎么关门了 我家关门了 啊 我家关门了 我那应该是 阿叔阿姨 他应该去去坡干活了吧 去坡上了 我去坡了 我这里也没有钥匙 你怎么办 没有钥匙啊 嗯 那没事 我们待会这样 我们去接下那个 小小朋友吗 嗯 那我们呢 对啊 你们那个停车场是在哪里了 在前面一点 哦 在前面吧 对 对对对 是那个路边我记得了 那这样吧 我们就是先去接下那个小朋友吗 嗯 去接下小朋友 然后我们再回来吗 嗯 那那走 有点露 我真的太迷惑了 啊 哥哥姐妈 这里就是他家了 这里哥姐妈 那现在咱们就去接小宝了 去接小宝过来吗 因为小宝还在车上呢 我们先去接小宝 哥哥姐妈 嗯 那走了 那咱们先去接 接小宝了 哥哥姐妈 是是 是前面那那边吗 对 这个时候他应该醒来吧 嗯 这时候应该差不多 你快停车 藏在那里 那现在咱们过去 嗯 那哥哥姐妈 我们现在去接小朋友了 哥哥姐妈